趁著好天氣出門賞花 這個週末陽明山繡囚花田 擠爆了門壞的遊客 6月7日大解封後 全台景點不只國內飯店 一房難求 離到各個景點 飛機住宿連旅行社都訂不到 各個地方的這個酒店 其實你現在是訂不到 而且價錢很貴 所以經理看 這的確是有一波這個 大家消費者就是現在能夠出來 能夠急著好到各處去玩的狀況 其實看得出來它是有一個 有一波很大的一個 這個反轉的狀況 旅行業者受到報復性玩樂的商機 也因為國人願意花錢玩 台灣近三年出國消費金額連年成長 2018年高達1664萬人 總支出有8000多億 不過說到疫情影響 旅行業者評估8000多億的 龐大消費能量 只要能留住四分之一 就能為台灣市場注入活水 但國旅市場準備好了嗎 目前我看到的這些 國旅行程的內容 我必須說它可能都還停留在 吃好 住好 這樣的一個時速升級的情況 台灣其實不需要去發展什麼景點 只要把路上的景觀 這個整理得好一點 就非常棒了 多個人來講 他其實不見得 真的願意花得了那麼多的錢 去在國內做旅遊 各個地方花蓮這些 路上的都是垃圾這些 我覺得這 我們也希望說 這不要是一個 國旅的另外一個災難 旅行業者點出台灣觀光問題 尤其過去國旅主打 銷架競爭的中國旅行團 或是台灣夜市等特有名情 對台灣人來說 絲毫不具吸引力 當然都往國外跑 疫情造成危機也出現轉機 國旅轉向深度旅遊 像是體驗當地著名文化 鬥手做特色餐藥等等 才能走得更遠 真正能夠深入到他們的部落 了解他們生活 甚至跟他們生活一段時間 今天我們開發出來的這些油層 甚至這些能量 再加上台灣在這段時間 防疫給國際的一個形象 或者在這個疫情過後 可以有一些外國的旅客 願意來台灣 旅遊達人呼籲政府 一邊投入補助振興觀光 也要趁國境還未開放前 重整台灣觀光體質 讓台灣國旅拖胎換股 只要能留住民眾在台灣消費 等到全世界疫情趨緩後 就是觀光旅行業 真正大爆發的時刻 混帳陣先生 張遠春 台北報導